一个外卖小哥在NBA早遇比分计错 然后边崴脚边扔进三分绝杀的剧情 看起来像是极其了科幻逆袭的烂俗剧本 但实际上这是发生在现实当中的事情 马特里安 这名卡尔特人的落选秀 在夏季联赛对阵雄鹿的比赛里 经历了人生中最难以置信的十分钟 先是联盟发现比分排杯计错 被罚球反召比分后 球队没有布置绝杀战术 但里安拿到球后把握住了机会 其实在背后运球还没有起跳时 他已经崴了脚 可身体惯性和肌肉计一样的手感 让他扔进了那个神奇的三分 再后采访这个大男孩哭了鼻子 一年以前这个时间我还在街头送外卖 为了生存 里安曾经的确做过外卖员 因为作为一个落选秀 没有合同的夏联 发展联盟的板邓席 以及场外活动的劳酬 有时候赚钱还真的不如送外卖来得多 有时候卖体力去赚点零花钱 似乎也是这些运动员 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甚至为了赚了更多 他曾经还去墓地做过兼职 和中国一样 这种神神鬼鬼的地方 总是不缺身强力壮的阳刚男孩 其实25岁的里安 并不是今年的落选秀 不过即便是绿军球迷 也对他印象不深 因为作为总冠军级别球队的新人 他只在4月11日的常规赛 唠叨了5分钟的出场时间 那一天他出手了5次3分 命中了其中的一个 你也猜到了 这是一个以投篮为生的射手 在这连赛 他场均能贡献20分 几乎都有3分组成 命中力也始终维持在42%左右 去年他也和好友豪色一起 承担起了绿军发展连赛的外线投射 但即便是这样 马特里安大多的时候 也只能穿着变装 坐在NBT补习最末端 甚至有些球迷还会把他圈出来 放在论坛上 询问这个像球迷一样的人 到底叫什么名字 如果不是这次神奇的绝杀 这个下连神射手的名字 似乎都没什么登上头版头条的机会 真的想留在NBA 曾凡博和张振霖 你们真的还得再努力一点 再幸运一点了